老货哥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纸涛老货的老货哥 俗话说的好 入队圈子跟队人 今天到了周日了 老货哥给大家汇上两件精品 其中这件是老货哥收藏 已经很长时间的了 一件藏品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是一个扎斗 大家都知道 这种扎斗 它完整的保存下来的是极其少见的 也是比较少的 之前老货哥也给大家汇上过扎斗 这种类型的东西 但是市场全品的 品相好的是极其少见 而且画的好的更是少见 这件就是其中的一件小精品 我们给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 我们首先看它的造型 造型是非常的优美 我们看底下它是一个原妇 然后一个长径 口微微的向外皮 整个的造型是非常优美 非常的漂亮 然后它的题材 我们看一下 题材它就是一个桃花美女题材的 我们这看会有一个桃花 这会有一个美女 美女身上扛了一个锄头 后面会背着一个花篮 花篮里是盛满了各种鲜花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后面会有诗句 一般的像这种题材的 就是民国时期的 它都是诗书挂印 后面会有诗句 诗句写的是美人如玉 然后这会有落款 落款写的是江西流天成 涌出品 流天成涌出品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然后它东西到不到我们民国 我们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底胎 看一下底胎 修胎方式 我们有的说 修胎一定要爽利 不拖泥带水 我们就是拿着我们竹坯子 刮削的时候 一定竹刀 一定非常的爽利 下刀要快 我们看这个修胎 就是下刀非常的准 非常的快 而且有一种微微的火势红 翻出一种微微的火势红 还是非常开门的 包括这种修胎 修工方式 我们看一下有一点点的二层坛 显露一点点的二层坛 这个也是那个时期 我们非常典型的修胎修足方式 也是我们民国时期 这种典型的修胎修足方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隐约的 给大家测光看一下 隐约的会有一棱一棱的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在屏幕当中 这个也是存手工拉披的痕迹 包括我们的里面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包括我们这种材料的应用 这种画法 都是属于民国时期的 MAPL 是100%民国时期的一个小精品 量一下它的尺寸 高度是接近了11.5厘米 口径是达到了8.1厘米 那么我们这个尺寸还是不小的 我们这个扎斗还是十分完美的 屏下没有任何的飞皮 冲线小一咬都没有 我们看一下口言 任何的飞皮冲线小一咬都没有 包括我们的底部 就是非常难得的这么一件真品 而且它是十分值得 我们大家收藏的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材料运用 包括我们后面的黑彩 都是非常开门的 包括这个写的又非常的正 这一件器物 按说市场价格 应该是在四五千左右 今天也会给大家一个 比较合理的比较低的一个市场价格 喜欢的话就联系老货哥 像这种品项的 这种全美品的东西 而且画人物的是极其少见的 是十分值得大家收藏的 大家可以去找去看 就是你很难再见到第二件 一模一样的 像这种品项的 画的这么细致的 整个人物的开脸 也是非常的细 给大家聚一下就 大家看一下 这个美女的这种开脸 小眉毛小眼睛 小樱桃小口一点点 包括衣服褶皱 包括衣服上面的文饰 画的都是非常的细致 所以说这一件 是非常适合大家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喜欢的话也不要错 第二件给大家上一个重器 为什么说是重器 确实是这件东西 非常的精美化的 极其的细路 人物又比较众多 而且它又是一个五彩的 所以说它可以堪称是一个重器 确实是 身上的这种宝光的四射 这种蛤蜊光非常开门 而且是充满了 我们整个器物的这种身体 所以说是宝光四射 食物应该这个蛤蜊光 更明显更漂亮一些 那么我们就来介绍 这个是一个什么时期的 我们首先看它是一个五彩 材料非常的透彻 我们看一下这个绿彩 绿彩的应用非常的透彻 包括我们这黄彩 我们都知道 这个时代越早 我们这个绿彩黄彩就越透彻 时代越晚 它尤其是黄彩 大家看它就不怎么透彻了 那么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时期的 我们再接着来看一下它的底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胎 修胎修足方式 修胎修足也是非常的爽利 足强比较厚实一些 也比较深 而且非常弱 大家看一下非常弱 弱弱的黄黄的 给大家聚一下胶 看一下里头 里面也是非常的弱 或是红的也比较开门 比较明显一些 给大家聚一下就好看了 包括里外都一样一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人物的画法 这样我们再准确的确定一下 它的时代 我们看人物 所有的人物都是双眼皮 我们看一下双眼皮 而且我们有的人物还是俞伟文 我们有一句俗话 双眼皮的俞伟文 它都是清中期的 清中期是双眼皮俞伟文 那么康熙时期是一条线 到了同志时期 就是有眼无珠 这就是我们这种人物的画法 包括我们上面的士兵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口误上面士兵都是双眼皮 那么双眼皮 一般就是道光咸丰时期的 这个是非常开门的时期的 那么我们给大家保守的 包揉到我们清晚 这个就没有争议了 最晚是清晚的 其实我还是看咸丰时期的 就是道光咸丰 因为我们看黄彩非常的透彻 包括我们这绿彩都非常的透 又透又厚 这种就是我们清中期的特点 但是老伯格比较保守 万一有发生争执 包括我们底胎的胎族 底胎的胎族也是诺诺的 非常的诺 非常的干扰 再给大家看一下 火石红比较明显 看了吗 这火石红 实物更明显 因为相机美化了 大家如果能上手看一下实物 更是明显 不过上面的蛤蜊光 非常的厚实 所以说这件器物 是一个清中晚时期的 是非常开门的 这么一件器物 那么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 来解读 看一下画片 我们首先看 瓶口上面会有三个人物 一二三 三个当兵 给大家聚一下 瓶口上面会有三个侍卫 当兵的 手里有拿盾牌的 有拿刀的 这是三个人物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看底下绘画了几个人物 我们先从这个人物数起 一二三四五 底下又刻画了五个人物 加上上面三个人物 一共是八个人物 那么我们这件器物 整个一共绘画了 是八个人物 而且画了两匹码 这个是非常反腐的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开脸 每一个人的手势 跟武器画的 都是非常的细致 我们看一下这人物 眉毛 胡子 胡须 包括身上的穿衣 这衣服的褶皱 包括我们这个靴子 以及我们的盔甲 还有我们下面这个战马 这个画的都是非常的细致 我们见过的这种 刀马蛋的题材的 题材的也不少 但是刻画的人物 这么细致的 我们再给大家放大一下 看人物的落腮的胡子 包括眼睛 涮眼皮 包括他的头冠 以及身上的盔甲 衣服褶皱 还有他战马 战马的神态 以及战马奔跑的样子 都刻画的唯妙唯笑 以及我们侍卫 士兵 我们看一下 跟从士兵 包括帽子 美眼 刻画的都非常细致 以及他手上所拿的武器 这个就是一个精品 非常细路的一个精品 以及我们后面的山石 云菜 后面刻画的都是唯妙唯笑的 还有我们的底下的锦地纹 这个是一个莲花 下面是一个锦地纹饰 我们这件器物 可以堪称 是我们这种 刀马蛋里面的精品 就是难得一件 就是你很难再见到 第二只画的这么细路的东西 可见我们这件器物 一定是当时锦德任 不是玉瑶厂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锦烧的瓷器 这个是精工细作的一件东西 这个品项又十分的完好 没有任何的磕皮冲线 我们看这种幼光 预制感非常的强 大家看这种幼光 就是这种预制感非常的强 然后就是整个的 从它的底部 到它的材料 到人物的刻画方法 以及它的造型 都是非常开门的 东西是一件开门大佬的 一个清宗版时期的 这么一件五彩的 刀马蛋人物的瓶子 它所刻画的人物故事 再给大家聚一下脚 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人物故事 一般我们这种题材一看 这种一定是关羽 包括我们头上的这种冠 这种帽子 这种样子 以及我们手里拿着这把大刀 这个就是一个关羽的样子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黄中 这个黄中 这个一个老将 所以说我们这个题材 可以叫做关羽战黄中 或者就是一个三国 刀马大人物题材的这么一个故事品 我们这些器物 首先它平行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平行有一点是像软棒锤 大家知道棒锤瓶 有两种 一种叫软棒锤 我们的口言直接是一个盘口瓶的 像一个盘子一样的瓶子 我们管它叫硬棒锤 这种就是口言往上翻的话 叫软棒锤 然后它的口语底大 我们也可以叫做尊 或者叫长口尊都可以 这件器物是一个真正值得 我们收藏的一件好东西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包括我们这个看了 我们的世卫上盾牌的这种刻画 都是非常的细致 就是你很难画的这么细致 这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包括我们的肩木的这种锦地纹 这一件器物值得不值得收藏 首先它要具备几个非常好的特点 首先它平行就要非常优美 我们这个平行就非常的优美 它就是一个软棒锤的这么一个平行 然后再一个 就是它人物刻画的是非常的众多 画的是极其的细致 就是细如发丝 就是刻画的非常细致 而且整个人物的开脸 都是非常的优美 再一个就是我们所应用的材料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件器物 它整个是一个黄地的 大家要知道 古代黄地的东西 就是非常高贵 非常尊贵的 那么恰恰我们这件器物 整个的它的地子都是用的 我们这个黄色打的底 所以说它非常的高贵 再一个我们这个器物 整个的修胎修足 非常规整 包括我们的底胎底足 修的也是非常的工整 非常的规整 包括我们这个口言 也是整个的非常工整 这个就是它又一个特点 再一个就是什么 它品项保存的十分完好 任何的磕皮冲线 消易咬都没有 所以说综合来看 总的来说 我们这件器物 是一个开门大佬 非常值得我们传世传代 这么一件好东西 像一个这么完美的东西 能流传下来就非常不易 长下它的尺寸 尺寸是25.8厘米 接近了26厘米 个体也不小 是一个真正可以传世传代的 一代一代传业器的 一件好东西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像这种细路的东西 就是很难再见到第二只了 那么今天的老和哥 也是给大家拿出来 一块来会让分享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和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喜欢老和哥的视频 不要在视频的左下方 帮老和哥长按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我们去点一下关注 这样以后找老和哥的视频好找 老和哥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开门大的东西 都是属于掩护的 没有任何的争议 那么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也是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老和哥的支持 谢谢大家 就找老和哥13931817666